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的记忆 是固执的 会选择先地记住自己认为重要的人或是 而我 可以假装一切已经是无尽尖 可以原谅别人的恶性和伤害 可我也都不会 忘记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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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白衬衫那个 全都是白衬衫 你到底说哪个啊 最帅那个 全都是背影 能看出来哪个帅才有鬼啊 不是我说话陆好话 你什么有我可从来不信 你说帅的那一定是丑暴 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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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你 你 别 你 别 你 别 我看看人 你 你 在楼上 好 没有这段啊 我自创的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这一次我一定不会再错过了 来来来 把 把这块花放这儿 放这儿 那边得搬那边过来 这个新生真漂亮 小花级别 还是学霸呢 要不然能是咱们这届的新生优秀代表吗 对啊 你看那裙子 是不是挺贵的 名牌吧 还是名牌呢 对啊 这多少钱啊 真好看啊 我先过去了啊 你去吧 你看 咱们学生安排的游戏了啊 看着不错 一会儿还见上好啊 不错 这次军区的任务 比较重要 他就是夜里学长 大名鼎鼎的夜里学长 他入学手续那天 在学生处 我看到他 我就 你干吗啊 不是说我眼光不行吗 别看了 口水擦擦吧你 花花 是她 不认 来 好久不见 夏绿宁 我不许你动什么歪脑筋 夜里学长是我的 小声点 他说我的 凭什么是你的 你有票了吗 你有成绩好吗 我们成绩不是一样的倒数吗 那你会退席退成吗 夏绿宁 我不生气 不见 万一 学长不喜欢你呢 不可能 那万一 学长有女朋友呢 有吗 没有吧 不会有的 我出现了他才会有 夏绿宁 变变皮革的 最后 沈真 下面让我们有请 优秀新生代表 沈真同学 直动言辞 就算前面几项我不辱你 可有一项 你绝对会输我 哪样输你了 我可是孝节短跑冠军 等一下典礼一起说 我就重去告白 抢在你前面 行啊你 陆华华 没想到你这么阴险啊 各位尊敬的领导 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扬我呀 老师来自文博学院 和入导 想比武快 除非你现在终去告白 叶蕾学长 跟我过来一下 好 叶蕾学长要走 叶蕾学长 对 我喜欢你 酷浸 你可惜啊 他不喜欢你 你攀件 你觉得笑话 十字 这就是看谁 家来爸爸 家 什么钱人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快来 快点 快来快 快 要来了 不是 谁 谁追你啊 用不过报警啊 报警来了 你干嘛呀 快拦住他啊 不是 谁啊 你怎么来了 没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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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你 贝娥 想起来了 你是谁啊 我们认识吗 我们没见过吧 不可能啊 不能够啊 他是 没有没有 他是叶 叶什么叶啊 别跟着讲 不是 叶 在叶朋友都没得做啊 叶苗 他是叶苗 叶里寻找的弟弟 这样啊 难怪 难怪长得这么帅啊 缘分哪 缘分啊 缘分 缘分哪 缘分哪 沈真 沈真 你干嘛呢 继续啊 放词了 好 尊敬的各位领导 老 老 老师 亲爱的同学 他这是怎么了 这肯定说上词了 这怎么回事啊 我 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 你体谅一下 能够 沈真 虽然夏蕊宁也有责任 不过主要是因为你今天的表现太差了 完全毁掉了动员仪式 学 学姐 动员仪式 难道 不应该是夏蕊宁毁掉的吗 夏蕊宁 我告诉你 她只不过就是一个小插曲 因为她 你竟然瞬间就把演讲稿内容全忘了 你这是什么心理素质 而且我之前有没有提醒过你要带手稿带手稿 你对自己的记忆力就这么有自信是吗 这也就算了 你知道今天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吗 是你的衣着 上台发言穿这种名牌裙子 你是想告诉大家你的助学金都买衣服了 学姐 这套裙子是新的没错 但它绝对不是名牌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她不懂什么名牌 沈真 你当大家都不识货是吗 你这条裙子的价位 起码在四位数以上 学姐 真的不是 我本来不想这么说的 但你是贫困生 就应该有一个贫困生的样子 贫困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 质问我 我就是想知道 贫困生应该是什么样的 不能穿新衣服 需不需要在脖子上挂个链子 说我就是贫困生 好 老师好 我是学生会方圆 对 关于今年贫困生补助的申请表 我能撤回一份吗 对了 妈 同学都说我裙子好看 问我在哪儿买的 对了 哭了 有这么疼吗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看多了 不用谢我啊 尝了累赘 拜拜 创可贴 风油精 薯片 临时不是不让贷吗 继续会被没收的 哎呀 你就看着买吧 反正自由活动俩小时 你就买够俩小时 咱们停车场见啊 等等 你在干吗 我 我没干吗 你是不是故意把我支开 一个人去到英里球场去了 我在厕所 那你冲个水我听听 算你行 不过我得告诉你 我跟叶林学长 可是天注定的缘分 其实 我之前见过他两次 一次是在上个月 一次是七年前 七年前 夏如宁 不许你编故事 我有必要骗你吗 有意吗 那你倒是说说 七年前究竟是怎么回事 总之 那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先是发生了 人生中最差最差的事情 然后又发生了 最宝贵最宝贵的回忆 所以啊 这是天意 华华 我建议你重新找一个 天注定的 有情提示 这个遇到天注定的时候 会有一种被雷批重的感觉 还天注定被雷批重 怎么可能 夏日与宁 再见 那今天就辛苦大家了 大家回去好好工作 行 放心吧 拜拜 走了啊 拜拜 走 叶林 一起走 哦 有点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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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自拍那家电脑 你带我 臭流氓 站住 我接个 对不起 你被打死那边胖 对不起 你站住 我表情 臭流氓 你站住 你 站住 打死你 给我站住 站住 臭流氓 对了 玉玲 刚刚那个跟你表白的 文宝般女生是谁啊 表什么白啊 人家就是打赌开玩笑而已 再说了 我也不认识人家 我跟你说啊 这就是表白 这女孩啊 脸皮都薄 害羞 谁会拿这时跟你开玩笑啊 学长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喜欢你 我叫夏蕊宁 放开我哥 乖 哎 嗯 哎 哎 哦 啊 哎 哎 好 要这么夸张话 要 学长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刚刚在礼堂 不是刚刚 是很多很多年前 七年 七年前 七 总体来说 西陵大学文博学院 是学丰优秀的典范 学生们 正派严谨 就说今年吧 咱们不会被发现 咱的学生啊 叶灵 就拿到了这个傅兰基金 这里是工作室 应该不会起来的 全国范围内也只有四名 这间就是我们的工具室 有些工具啊 是我们学生自己设计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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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着 里边请吧 好 看看 叶灵 你怎么在这儿 副院长 叶灵 你这是 妈 妈 妈可不能乱叫啊 副院长 不好意思 她是我的女儿 她叫夏蕊宁 嗯 这个祸水 妈 时间不早了 要不我送你去停车 你跟妈妈聊一会儿天 你就这么不耐烦吗 不是 妈 我知道 您想问我和夏蕊宁的情况 但是我向你保证 我和她之间 真的什么都没有 嗯 之前没有 那以后呢 叶灵 你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 她是宁墨的女儿 而宁墨是你一直想拜师 跟着学古话修复的人 可您不一直都反对吗 我不反对你学古话修复 我是反对你拜宁墨为师 叶灵 叶家一直在为西陵大学 提供资助 妈妈完全可以跟古院长提 再帮你重新选一位吗 妈 国内古话修复大师 数量已经很少了 尤其是书画俱佳 功底深厚的 更是凤茫灵脚 连古院长 都再三邀请宁墨教授 当客座教授 为什么您对宁教授 就有这么大意见呢 如果妈说 妈妈不喜欢 你会听吗 妈 那个 我们以后再说吧 反正 这不是还没有答应我吗 我们就先不说这个 好不好 蕊鸣 真是气死我了 等我再见她 我非打死她不可 算她运气啊 我没追上她 敢占我便宜 瑞宁 我跟你说 我已经向文化街管委会投诉了 我早晚有一天 非找到她不可 不会害得燕灵哥被处分吧 我不知道古院长会怎么批评她 瑞宁 你有没有听我在说话 来 这是 没有啊 没有啊 必用啊 向你帮你 谢谢啊 喂 妈 我现在要上车了 信号不好 真的不好 喂 我站着 不是 你看我现在也不方便 我们到邻地再聊怎么样 往里边挖一下 好好好 我知道知道了 好了 好了 拜拜 爱你爱你啊 拜拜 快点 快点 然后我买好了 往行里放行里 好了 没事吧 快点 快点 来 我来 叶琳哥 筑睦 你没事吧 学长 没事 来了 学长 没关系 回营地我帮你修 先上车 学长 学长 如果不想让我替大白 有个世界的玩具 给我安静 上车 上车 成了 好 好 这是陆画画的位置 这是陆画画的位置 是吗 我 我怎么感觉像我啊 这是陆画画的位置 我管啊 谢谢啊 先上车吧 谢谢 谢谢 没关系 好像如今眼熟啊 对 谢谢 对 这 这是陆画的位置 画画 这是你的座位 不用 我坐后面 谢谢啊 画画 你的朋友跟你一样讲义详 请吃糖 下毒了吧 我哪敢呢 夏日宁 我坐在这儿就是想告诉你 甜料阁没用 我那不是善恋 我那是名恋 而且我跟你说 大白鹅的事真的是误会 当时那个小院里全都是国化颜料 好 我 夏日宁同学 请不要在车里吃东西 好的 好的 对了 叶淼同学是吧 嗯 叶领是你哥哥吧 嗯 他可是文博学院的骄傲啊 嗯 听说 当年他可是高考状元 你呢 入学考试考了多少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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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夏日宁 你呢 多少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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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多了 是吧 不用卸完 尝尝雷坠 拜拜 嗯 给你 没事 我不想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也喜欢戴上耳机 假装听音乐 是吗 嗯 可惜我不是 军训 是每一个大学新生的必经之路 而作为专业学习历史的学生 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军训的历史 中国军训 自古已有 礼 乐 舍 玉 书 术 术 成为学生需要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 而这其中 摄 玉 几位古代军训 大家记住了吗 记住了 既然记住了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考进文博学院 是为了什么 为了兴趣 为了爱好 考古安顾 不知命 为了夜凛 可你来文博学院之前 好像还不认识夜凛吧 谁说我不认识啊 再说了 重新认识也不迟啊 燕吕学长 你记住我名字了吗 我再说一遍啊 我信下 我信下 你觉得是一遍哪儿 人人 你说 怎么会不会在同一间 最好是 那 你是不是最想跟我一间 你猜 是 一定是 哪有你这么自量的 不是吗 可是说是 就不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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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沈真 看啊 咱们俩没缘分了吧 如果不进去的话 麻烦让让 我去 沈真 你喜欢哪个床 你先选 你喜欢靠窗的可以直说 沈真 冬元会上对不起啊 我不是 夏大小姐 我不是什么大小姐 你能别这么叫吗 觉得刺耳 沈真 咱们快点收拾 收拾完去吃饭 收拾什么 我去吃饭 收拾你赏给我的裙子吗 这条裙子不是赏子 是你卖给我妈妈的 一百五十块钱 沈真 其实我收钱是因为 下了你 给你吃饭 我去吃饭 真的